要入学期间的XXXX 还是找房子 因为大家都怕遇到凶宅或是一些气场的地方 你晚上就会睡不着 有钱想住房的人就还不让你住 是不是还用美食 HELLO 大家好我是Candy先生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是跟纽约大家最注重的一件事 尤其是留学生 到底留学生来到美国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租房 对没错你没有租房等于是你没有家的人 你到底要住哪儿要变成游民吗 所以留学生最关心的就是租房资讯 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 刚到这边什么都不知道 如何要找到一个既安全又便宜 然后又舒适的家 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光想要做就觉得好累 我像那时候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光是要租房子找到这件事情 就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意跟吃了很多普通 然后还差点被受骗很多陷阱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如果当时可以找一点人知道的问的话 这种租房大师的话 我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了 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到就是Wen 纽约最强的租屋大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租屋的一些小陷阱啊 还有一些简单需要知道的资讯 来欢迎Wen 谢谢天主的很精彩的介绍 你可以稍微简单自我向来自己 好没问题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Wen 那我目前任志于纽约高端的房租前买卖公司 那我们公司目前跟NYU学生会是有合作 然后帮同学在找租房这样子 那我自己有上百的就是租房的实战的经验 我想说能够很好的会人起来 把同学在纽约租房的不归路上 能够少走一些冤枉路 没错这个冤枉路我自己走了跌跌撞撞 走了非常的辛苦 好啊那我想要替我的学生 因为我学生他们其实陆路续续都已经拿到offer 那他们最担心就是 到底这个时间点 这我房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因为比如说像W学生都是明年9月秋季入学 对对对 那他们大概预留多少时间会比较恰当 你会怕太早也不好太晚也不好 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 你要入学期间的前一个月开始找房子 对因为通常大楼会不太希望说房间闲置太久 所以通常他们就是会要求说 这一个月期间只能要入住 对我也有听过有大楼是可以缓充到两个月的 可是基本上纽约租房 最近租金真的非常高 所以大楼不需要闲置太久 对所以就是我们会建议同学一个月前 开始找房会比较适合 了解那在租房的时候 有没有哪个时间点是特别便宜或是特别贵的 其实真的没有 主要是看说 就是你自己会对于大楼会有什么样的要求 如果就是你自己想要的大楼 是可能想要有那种豪华的设施 有GIM啊 有泳池啊 有篮厨厂这种 那这种大楼它的价格基本上就会比较高 稍微比较便宜的大楼 就要不讲究那些设施的话 其实价格还算是蛮有的贵 最主要是看大楼的定位在哪里 那还有是说很重要就是说 到底要去哪里找房屋资讯 因为像比如说以台湾来讲 因为大部分学生都从台湾来 他们会想说那我们去五九一租房 或者说去路边看那个 都电线感吗 对对对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对 那去试那个电竞感上面的租房资讯 怕别人资料 对对对类似那种 那纽约的话 它有个什么平台啊 或者Facebook社团 你可以介绍几个 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更透明的 去看这些房子的一些平台资讯 有啊 就是当然就是像台湾五九一的话 那到美国就是小时就easy 或是雞肉像这样子的 直接刊登房源的平台这样子 如果是Facebook社团的话 我们有一些就是台湾人成立的 一些土房社团 像是我很推荐的 纽约租房选择填空梯 然后还有NYU他们也会在他们的就是 学生会的FB社团上面也会发布写 租房简介的活动啊 那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线上报名 然后去去关注 然后到时候也是会有 中介来帮忙这样建这样子 大致上的话就是说 反正就是搜寻Facebook的那些 纽约租屋就会有蛮多出现 然后是以台湾人的社团 比较信任度一点 因为我其实我那时候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那时候看了好多 就是外国人啊 跟他们拼出那种 说那票不凡英文比较拼吗 对 然后你会建议说 就是还是以相信台湾人社团为主 比较好还是说外国人那个也没差 我们还是会建议说 如果你第一年来这边的话 还是就是选择跟台湾人 或是文化背景相同的人 一起租房子会比较好 或者是在房东的沟通上面 就是可能台湾人还是比较好沟通 好 再来就是说因为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或者说学生他们其实很就是 一开始就是在台湾嘛 他们可能会有一个什么叫 视讯看法 那对于视讯看法这件事情 你也知道 影片或照片都是骗人大 然后可以修嘛 对不对 所以视讯看法到底有什么 迷禁啊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 你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 因为大家都怕 比如说遇到凶宅 或是一些气场不得的地方 到底要怎么避免 这个视讯看法的一些小漏洞 我是觉得说 主要你看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店 第一个就是房子的朝乡 对 因为毕竟像 如果说你选择地铁是LIC的话 那这个地方有很多地方是有 高价的地铁经过的 对 所以有可能你的朝乡如果是面向地铁的话 那就会非常的长 所以可能你要请帮你看房的人注意 说是不是面向地铁的 对 就请他实际感受一下 对 然后另外就是彩空的问题 如果是楼层比较低的话 那你找白天去的话那它的光线肯定是没这么好的 你要看下你自己接受的程度可不可以 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说 如果有预算的话 其实可以选楼层高一点的 采样会更好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是如果是比较旧一点的房子的话 其实那种他们都会有radiator的这种东西 就是像是弓暖的一个发热器 对 但那个东西它 当然你可能冬天你要租房子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其实那种老旧关系 还有里面会有水气的预计 然后到时候它一开的话 里面水会就是沸腾会共振 然后就会非常的吵 然后你晚上甚至会水不走 所以我觉得那个 如果是老旧的radiator的话 可能要注意有这样的问题 对了解 OK 非常非常多的information 我那时候如果早点遇到你的话 我就会遇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了 好 那再来就是说对留学生来讲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留学生在这边租房 是一个蛮特别的身份 有没有在租的这个流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还有说是说毕竟我们不是公民 那对于就是税货或是法律上面或是签约上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租的地方 对 因为毕竟在纽约租房是 其实门槛非常高的 法律就是要求说你一定要是有工作 或者是有credit的 然后你才有办法去租房这样子 不然的话一般的房东 就即便是私人房东都不太愿意接受 不是学生 甚至是国际学生去租房 对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很多国际学生出来抓到最好就是 跟这种Rental Building 就是尤其像是OIC的这一边的Rental Building 其实是很多华人留学生会聚集的地方 那他们就会了解说 诶 我们自己的Target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客群 那我们就会提供学生 比较友善的一个租房的 这个流程跟条件 对 所以主要还是说 诶 就是你有这个 Passport 然后你的i20还有你的Visa 就是这些如果都有的话 基本上大楼就是可以让你申请了 不用看你的Credit或是收入这样子 对啊 因为像有学生的身份 你知道有钱 有钱想租房的 就还不让你租房 对是不是还要面试 还要面试 对 所以大家对面试这件事情 不要太压抑 不要说我有钱 为什么你要面试我 就是感觉不好 可是这边的文化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就像你说的面试这件事 是非常的基本 它是要抢的 要抢的 服务箱要抢的 是要抢的 对 所以你看今天 我跟你们帮我们分享很多 就是台湾的租屋文化 跟纽约美国的租屋文化 是完完全全大不一样的 那当然今天我们介绍的 只是一个非常皮毛表面的 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租屋概念 那我们下一集的话 因为今天上一集讲的 基本概念 那下一集的话 我们会再介绍更多 就是更detail的一个 房子需要租屋的东西 大家耐心等待吧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 这里也欢迎 谢谢我们的Win 下次来帮我们 简单介绍 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我是Kendy先生 那我是专门做 就是GMAGISAT 相关留学的解体技巧 还有一些 说出课课程的一个 留学平台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在我的频道下面 按赞留言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